矿益比财尽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总指令 今天台北股市涨了将近400点 大涨393点 我相信大概到今天 市场上应该是没有人敢再自称空军 因为空军通通都被击落 你看到了今天 你在回想大概一个礼拜之前 嘉惠老师把空单补掉的那一天 是不是真的应该要臭屁一下 嘉惠老师很少在节目上臭屁 但是真的你自己看 10月5号 最后长52点 对不对 早盘的时候还曾经跌了240几点 然后我们在10点这边 10点多附近这里 我说空单补光光楼 16162 是不是 当时候嘉惠老师补光之后 一定很多人跟你说什么 接下来还会再往下破底 反弹起来呢 他就要再往下破了 空单大获全胜 我说闪过一个夺命回马枪 这个夺命回马枪我以前是用这张图 赵云的这张图 可是我说这张图看起来就这样软软的 感觉起来这个就是百姿势而已 这个牙图这张比较有破底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你没闪过 不死也半条命 不仅你的获利大多数都得吐回去 你如果在那边放空的话 你就等着被嘎 所以当时候我还做了一首诗 现在比较少做诗 因为投资朋友现在好像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 所以比较少做了 多挖破胆3AP 然后就开始哀怨诅咒再破底 结果黑手是贼笑轻松收 绝望诞生四行情 当你看到今天393点 一路开高走高 再回头看到这个16162 一个多礼拜之前 家伟老师空单全速 获利回补反手做多 我们有没有再一次 抓到一个漂亮的转折 我再强调 这个18034之前的这一段 从5月这一段做上来 我们是在做多的 不要说什么 我们是这边一路这样上来 我们这边是在做多 只是我们当时候是拥抱细晶元 我们是霸占细晶元 一直到18034的隔天 我们说我们开始再次全力放空钢铁航运仿支 对不对 当时我是这样讲的嘛 不是钢铁航运造纸 后来就跌了这一段 第一段跌下来跌了1786点 后来反弹上来 后来再跌这个第二段1471点 是不是该错评一下 对不对 那你现在就讲说 嘉卫老师 那你说这个反弹上去 对不对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听你讲指数 因为我就跟各位讲 指数跟我们的股票没啥关系 对不对 我用K线 我用这边的图跟各位讲比较快 你看 从我们回补10月5号这一天 对不对 你扣掉今天的这一根K棒好了 其实昨天是差一点快往下破底 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差一点快往下破底 你以指数的角度来讲并没有很好 可是你自己去看我们的股票好不好 嘉卫老师带你做什么 我带你做抗通膨概念股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的化工股 第一棒就这样冲出去 一直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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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昨天台北股市小涨39点 对不对 涨多的股票化工股被杀得这样 咪咪茂茂 我昨天拿这张图给各位看 我说这是上市贵跌幅排行榜 我同样 请各位认领 请问你们有几档 嘉卫老师自己先认 我说我这边我有六档 你昨天你应该要认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是标股的藏宝图啊 你昨天认的越多 你未来你手中的标股会越多啊 我话都讲在前面了 我说嘉卫老师自己先认 我认六档 对不对 你去看啦 来来来来 你看这一档股票来 6706 是不是也在里面 是不是也藏在里面 是不是标股的藏宝图 所以我就说昨天 我知道一定很多的分析师 对不对 就开始骂 骂画公 哎哟你看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你看那个中华画笑死人 对不对 周转率还九十几% 那你是没看过是吗 之前那个航运股的时候 周转率也很高啊 对不对 现在周转率很多都是当冲的 当冲代表什么 代表焦头热络嘛 所以我就说你乘几何时 你看到永光这种股票 他竟然可以标到第五名啊 成交值台股总成交值第五名啊 对不对 以前这种股票 你不要说一百名啊 可能前一千名他都排不进去 现在第五名啊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市场上很多人 至少在冲他嘛 那但是你不冲啊 你根本连看都不看他 你不屑他嘛 你不屑他 昨天当化酸 那你今天怎么办 你今天就灰飞烟灭 就不见啊 中华画 对不对 大同 你看 很多啊 台聚雅聚啊 这都已经挤到前很多名啊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说 我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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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酸出摸 花酸出摸 你自己去看看 昨天多少分析是在骂这些股票 这些人就是永远抓不到标股 然后等到标股标过头了以后 开始往下折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进去买 现在那些死死拥抱 航运股的这些分析师们不就是这样 他们之前是航酸耶 对不对 结果过了高点之后 股票开始往下跌下来之后 变成什么 变水手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所以我昨天特别做这张图啊 对不对 我说 我您 花酸出摸 我就是要去提醒各位 不要再同道覆车 我昨天我也用佳葳老师的例子 如果是去年的佳葳老师 这个大概就是我了 花酸出摸 对不对 可是我就说我改变了 我把很多东西放下了 我当然知道你做中华化 你做永光 对不对 你做这种股票 你收不到会员 可是我们最近都是在做续约 太飙了嘛 对不对 你会员就真的有赚到 自然就会续约嘛 要不然就是什么 送色香葡萄水果来 我在这边我再说一次 我真的非常感谢会员 但是就是真的 我觉得 我觉得帮你们赚钱是应该的 但是就不用再寄那种很高贵的水果来 那佳葳老师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 我都是用自己的经验 再告诉各位 只要原油的价格它不下跌 其实这些股票你不用担心 而且你会发现 今天早上 刚连线的时候 比如说中华化 对不对 今天早上一掌停 你自己去看 今天早上中华化 前半个小时九点半之前 你只要是九点半之前连线的分析师 是不是都在酸 是不是都在骂 哎哟 开高起来你要赶快跑喔 就咧 咻 掌停 掌停之后咧 掌停赶快买赶快买赶快买赶快冲赶快冲 那一阵子你就会看到他们这样偷偷摸摸的 真的叫偷偷摸摸喔 就开始 喔 我跟你讲啦 喔 我觉得喔 那个化工骨也不错啦 喔 嗯 因为喔 特用化学喔 它还是有一些滤基的 慢慢讲就被 哎 你看 我的中华化十根掌停板了 他们不都这样子画出来吗 你看很多老师 对不对 你自己去稍微 教育老师的上下左右 你看一下就知道 很多老师这样一笔画上来 莫名其妙 对不对 就冒出十根掌停板了 就这样了 对不对 总华化DNN 今天第五根永光 有没有 对不对 5.78%收最高 这个大家最瞧不起的雅炬 对不对 17准备要带13了 如果连13的股票都大涨 我跟各位讲 这真的是超级大行情 台聚 东联 对不对 资产股的大同 是不是拉起来了 这还有我们普惠的股票 对不对 玉龙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我很喜欢现在投资人给教育老师冠上无情两个字 因为教育老师做空也无情 做多也无情 对不对 空了是无情 做多更无情 都无作无情 任何必再贴心 既然有标的 何苦在航运 一掌停就轻易把国去写成欢迎 是不是 你有标的了 你何必执着在航运呢 一掌停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讲 我说航运股昨天大涨 对不对 我说台北股是很仁慈 我昨天一定有讲这一句话 我说台北股是昨天很仁慈 它是让你航运拉起来 可以赶快把它卖掉 然后利用化工股杀下来跳过去的 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讲 对不对 好你看喔 结果今天几乎可以说万红丛中一点绿 跌最惨的 今天早快400点了 2603 来看看 2615 2609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昨天所掌停的台话头 那你说勤何以堪 是不是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讲 已经跌超过60%了 对不对 你要反弹超过150%你才能解套 所以节目的第一段 我觉得其实教育老师这样子的一个做节目的方式 蛮好的 你知道吗 就是教学相长 因为最早的时候我是看到PTT的网友在改歌词 教育老师觉得很有趣 对不对 偶尔改一改 对不对 然后后来改一改呢 反正忍不住就哼起来了 然后我现在看到很多PTT的网友 那个歌词改的 教育老师真的是 自探不如 因为毕竟教育老师每天要搞这个日更的节目 真的搞到我快累死了 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都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教育老师非常非常的疲倦 我昨天整天都很想睡觉 然后头痛了半死 对啊 所以我就说这非常好 然后我昨天我也看到那个有网友就开始谈 自谈这张录影片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说不好意思 我觉得改的很好的作品 教育老师也忍不住想要哼两句 我归乘得太快就像龙泉风 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 我不能再吵我不能再吵 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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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归乘得太快就像龙泉风不能够承受 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 我不要再吵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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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再吵地 不好意思 有几句唱得不好 下一节段回来我们继续分析 不然我们继续分析 ② 另外20 aura 保证贷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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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通投赋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投赋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赋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共同企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兵主轴 第三保证贷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陈通投赋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投赋值得托付 零啊 2752 5868 2752 5868 台湾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司法变革 我们的台湾需要你 需要你的声音 你的经验 你的想法 你的勇气 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 你第一次有权利 打破人与法之间的繁铃 帮自己和所有人的未来做一件大事 让台湾再前进一大步 全体国民的新任务 你就是国民法官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周杰伦的歌《真难唱》 我最近好喜欢一首歌 那个茄子淡的什么 爱情比你我想的 还比较尾度的 我不知道还在练啊 还在练 这首歌我超喜欢的 好来 来今天大家都在讲台积电 台积电Q3获利标Q4更旺 所以台积电今天贡献200多点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个台积电会这么好 不过就是因为他涨价 不是吗 他也想赚钱啊 所以我说了吗 不讲武德嘛 对不对 他涨价 搞的其他的电子业 你说今天全部这样鱼路均沾 你觉得这样对吗 我跟各位讲 下礼拜就可能又很惨了 对不对 你说这个晶片拉货放缓 现在他们那个董事长总裁说 没有这回事 我们就来看嘛 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股价会说话 我跟各位讲 你去看 这里是121拜登基 这里是Q1法说会 这里是Q2法说会 这里是Q3法说会 每一次法说会都是某个程度的高点 而且越来越低 那你说他接下来会怎么办呢 是不是 那航运股就不要讲了 航运股对不对 你看 臣也拜登 拜也拜登 今年年初航运股之所以能够大涨 是因为我老大拜登 他要推极简防安 所以大家先去卡他油 从7月众议院过关之后 我就说了嘛 都已经过关 我们老大拜登说真的要推了 结果你还想去卡他油 你不等着被他修理 好 就航运股从7月掉下来 对不对 好 现在到了年底了 对不对 美国人没有耶诞树 美国人没有那些玩具了 完了 拜登要求洛杉矶港24小时运转 赶快疏解塞港 所以呢 今天航运股就全面性的大跌了嘛 所以 不是随手 不卖三胸 若卖三胸 怎么能不懂包罗 独自淘在两百多 融资快断头 老板不啰嗦 一心要改大楼 用力多出货 明天加速沉默 盖得真好 对不对 就会想要哼两句嘛 因为就是这么惨 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老师 死守在四行仓库 不愿意跳呢 放掉你手中的贪嗔痴吧 真的不要再跟家伟老师讲说 臣妾做不到啊 你讲这一句话 你就会像去年的家伟老师一样 你会陷入无止境的梦魇 然后越来越惨 越来越惨 现在市场上的主流是什么 我就说这一条大白纱 什么大白纱 传说级的boss停滞性通膨 你自己去看喔 从家伟老师刚刚讲的时候大家都在笑 笑到后来变怎么样 现在是报纸时不时就提一下 对不对 他就算不敢讲停滞性通膨 他也要讲这一条 类停滞性通膨 美国物价飙升5.4% 13年的新高 大陆伸展者物价指数上冲 也是冲上 对不对 10.7% 经济出现 类停滞性通膨状况 类 反正就是跟各位讲 很严重的 很坏 改管 对不对 吓死人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油价一飙 真的吓死人 我刚刚去今天早上去加油 我那个油价又30块以上了 真的啊 对不对 而且我还跟各位讲 我们的油还没有真的反映成本 我们的电也还没真的反映成本 现在呢 是什么 基本工资调涨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是什么 军工资要调涨 然后我们政府就一直压嘛 一直压嘛 叫你们不要嘛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跟各位讲 通膨这种东西它会造成民怨 当年光马英九第二任的时候 那个油电双长你记不记得 他一上任一选上总统之后 选上第二任总统直接来个油电双长 就整个大家就翻锅了嘛 当年你如果以现在的状况跟当年油电双长比起来 当年那算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说在接下来你如果你想要保住你的资产 保住你的购买力 你要怎么样 你要转向抗通膨的题材 这才是未来的主流 所以你看嘛 为什么中华化可以这样涨 这么凶 你说他好妖 你说他不赚钱 但是他就是凶给你看啊 昨天押回来 你以为他死了 今天再涨停给你看啊 永光 你瞧不起他17 拜托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样 他就是一直涨 然后你动不动在报纸就看到这个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你到了第四季 你看到的通货膨胀 就会是热门关键字 这个是一个梦业啊 可是你明明可以把梦业转换成利多的 像我就是把它转换成利多 所以你看我每天都很快乐啊 股票一直涨 又涨停 你怎么能不快乐呢 是不是 你看来咯 开始咯 五大泛用素质报价狂飙 我跟各位讲一次哦 接下来你会看到那个E3类股开始涨 然后呢 然后他就会开始像那个之前钢铁股涨的时候 有没有像航运股一开始也是航运 然后航运他就会开始跟跟讲说 哦航运哦 这是跑美东线的 啊这是跑美西线的 然后呢这是跑什么 哦这是散装航运这是载什么的 开始会拆 钢铁股也是一样本来是全部都钢铁 就开始跟你拆这叫不锈钢 哦这叫镀星钢板 哦这是什么第一桶什么什么什么 一样 现在跟你讲整个叫做树化 接下来就会开始跟你拆 什么PVC EVA SM等等的 到时候就是整个大行情 所以我跟各位讲未来 不管是你的老师也好 市场上那些整天贴盘的投股老师也好 他们最后一定都会来追我们的股票 因为我们的股票是主要 现在都还没有全面发动 但是一天会比一天热 所以你看台具 就算跌下又怎么样 跌下不用怕 跌下你就买就对了 买了今天不就涨上来了吗 然后这个 一样 粮价也要飙高了 所以大家就跟你讲说食物成本涨了 所以中华化也是跟肥料有关 台肥也跟肥料有关 今天龙灯又涨了 今天汇光也涨了 所以都跟农药股有关 都是你们瞧不起的 然后央行总裁市井通膨 加上我们现在的财币 升值升得有够夸张的 资产概念股就来了 今天资产股不是吗 今天资产股不就又涨了吗 大同不就又涨了吗 所以真的千万不要当化酸 拉回要记得买 像你看昨天跌的时候 我们也有买台具 今天台具就涨出去 我们昨天也有买亚具 亚具今天就喷出去 然后我们昨天买华夏 华夏昨天就拉了 今天虽然亚具今天喷出去 台具喷出去 虽然亚具今天没有拉 但是PVC已经开始涨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资金 今天早上看到惠特涨停打开赶快追 追了之后尾盘 你有一个小时可以买 最后尾盘又锁起来 强势股你要赶快利用机会上车 对不对 所以不是随手 对不对 不买三雄 对不对 二零二一分三雄 张识连天不休 高个利息在玩把作用 谁来煮酒 低本一笔是三雄 说不清对于错 纷纷扰扰在要战以后 一切又从头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引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引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温度